大家好,欢迎你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8月4日,星期四 我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佩洛西这个亚洲之行 那2号和3号呢,分别是佩洛西在台湾着陆 以及她离开台湾这两个时间点 在这期间呢,中国政府很显然没有对她进行阻拦 或者是呢,采取一些阻拦的措施呢,没有奏效 使得这些亲美派呢,欢欣鼓舞 把这个佩洛西啊,捧上了天呀 认为佩洛西呢,是一个成功的 认为佩洛西呢,亚洲之行呢,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认为她这个行动呢,是一个高招,是一步高旗 那么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呀,叫做 笑到最后才是笑的最好 那现在呢,还没有到最后呢 刚刚过了一天呀,现在就显现出来了 佩洛西对台湾的这个访问呢,她就是一个臭气 给佩洛西已经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那今天我们就看到呢,国际舆论现在就站在中国的一边 说到这儿呢,我就是想说一下哈 二号呢,在佩洛西的这个专机呀 在台湾着陆之后啊 有很多的网友呢,就不理解啊,非常的失望 那我从我的视频的流量呢,就能够看出来 本来呢,大家都在看我的视频啊 很多人在看我的视频 当这个佩洛西在台湾着陆以后呢 夸插一下,我这些视频都没人看了 就可见呢,大家的心情啊,是非常的失望的 有很多人就说呢,哎呀,我之前的时候呢 看到中国军方的那些举动呢,我都关注 现在呢,我就不关注了 但是呢,随着这两天呀 我做了一些视频 跟大家就解释了一下中国的一些策略 解释了一下利弊 有很多人呢,就明白过来了 而且呢,也不是因为我的解释 中国的一些宣传部门呢 还有其他的中国的一些大咖呀 还有一些官方,非官方啊 还有大的媒体,小的媒体呀 一些讨论和解释吧 明白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 那现在呢,国际舆论呢,就站在中国一边 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党派呀 都站出来指责美国的这种挑衅的行为 指责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台湾呢,是中国的台湾 世界上呢,只有一个中国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就好像是最近一次 习主席和拜登的这个通话当中 习主席所说的 说这个事情呢,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 是不需要更多的言语来解释或者说明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呢 联合国的决议呢,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联合国的决议呢,是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 大家都承认的一个原则 那就是只有一个中国 美国更是和中国签署了三个联合公报 那美国自从苏联解体以后呢 他觉得他不需要中国了 然后呢,就对中国各种的挑衅 就开始和中国作对 尤其是近一二十年以来吧 随着中国的发展呢 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快,越来越大 那美国呢,将压住中国的这种势头呢 就越来越明显 那现在就明确的 一切一切的原则 都是为了压制中国的发展 都是为了围堵中国 这是他非常非常明确的了 所有的这些世界是看在眼里的 就是你美国呢 对中国的这个内政的无理的一个干涉 不光是这些和中国本来就意识形态相近的这些国家 就连最近呢 跟着美国屁股后面跟得挺紧的 就是这个韩国 这一次呢 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啊 他们的态度呢 是再明显不过了 佩洛西呢 在台湾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之后呢 到了韩国呀 他应该是没有想到 却碰了一鼻子灰 现在佩洛西呢 别提多尴尬了 那他到了韩国呢 一下飞机啊 韩国对他没有任何的礼宾的欢迎仪式 没有任何的欢迎仪式 善不打眼的 就下了飞机呢 就直接这么不声不响的 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接走了 不仅如此 佩洛西呢 去其他的国家 你像去新加坡呀 李显龙亲自接见了他 对不对 去马来西亚呢 虽然说很暖战 但是呢 也是由他的议长啊 在加他的总理啊 接待了他 那离开台湾以后呢 到了韩国 不仅没有礼宾 而且呢 韩国新当选的这个总统尹希悦呀 本来是兴致勃勃的 抱美国的大腿 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高调 但是呢 这次佩洛西来 你猜怎么着 压根就没露面 而这个韩国呢 总统办公室啊 还做出解释 说我们总统啊 不出面 来接见这个佩洛西啊 是有原因的 好 有原因的 那么咱们就来看一看 他什么原因啊 而公布的原因呢 真是让人是笑掉大牙了 说我们这个总统啊 他本来就安排好了 他是安排好了这几天度假的 正好呢 我们总统这个度假呀 和佩洛西的来访呢 重叠了 所以呢 我们总统呢 不能来接见佩洛西 我天哪 笑死人了 这个理由能够成立吗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看 如果你正在度假 好 突然你家里面来了一个重要的客人 你会不会终止度假 而回家来招待你的客人 你会不会 你当然会了 就算是你这个度假呢 你这次如果取消了度假 你以后呢 就没有机会了 啊 你的公司 你的雇主呢 不会再给你补假 但是你仍然会回来接待你家里面来的重要客人 对不对 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不回来 你说我在度假 我不回来 那只能说明一点 你这客人对你来说呢 不重要 就说明这一点 这个佩洛西去韩国呢 也是一样呢 对不对 韩国批打点地儿 韩国就那么点地儿 尹锡悦在哪度假 在哪度假 没准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度假呢 在哪度假 就那么大点地儿 对不对 那你就回来一趟 说跟佩洛西会个面 啊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这能怎么着啊 对不对 然后你再接着回去度假去呀 这都不来 只能说你佩洛西不重要啊 那为什么韩国这次就把美国的第三号人物 这么的轻视他呢 我想呢 原因是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尹锡悦 大家还记得吗 前一阵的时候呢 他兴致勃勃的去参加这个北约的峰会 那就是抱美国大腿啊 那就是给美国撑场子啊 结果呢拜登是如何做的 北约是如何做的 非常的打这个尹锡悦的脸 大家还记得吗 在那个宴会上啊 大家呢 事先都已经到场了 当这个大人物拜登出场的时候 那个尹锡悦啊 大老远的 就那个嘴都咧到这个耳朵根子了啊 笑嘻嘻的就跟着看着拜登进场 然后呢 看着拜登走向他这个方向 提前就把手伸出去了 要跟拜登握手 结果呢 拜登其实也看到他那个手了 但是呢 他走过来的时候呢 他那个手呢 是伸向了尹锡悦的手 可是他的目光 自始至终 是去看着另外一个人 看都没看他 尹锡悦那叫一个尴尬呀 那去参加北约的尴尬事呢 还不仅如此呢 就是尹锡悦他老婆也受到了冷遇啊 照片里面尹锡悦也是求 他老婆也是求 搞得这个韩国人呢 非常非常的没面子 我想呢 佩洛西这回来 就是他们这种不爽 发泄在佩洛西的身上 好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美国呢 就想打造一个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量 就想呢 把中国给甩出去 最近呢 美国又出台了一个 说是要制裁中国的储存芯片啊 这个行业 就是说他之前制裁的那些 什么7纳米 5纳米 3纳米 2纳米 1纳米 那些 那些都是处理器啊 都是手机的处理器 现在中国的储存芯片呀 在中国的市场呢 也越来越大了 那中国呢 有一个公司 好像是南京的一个什么公司吧 还是哪一个公司哈 就是中国呀 储存 闪存的这个龙头企业 它每一年占全世界市场的这个比重呢 年年翻翻 那到2021年呢 它已经是全世界的市场占比呢 占到了5% 5% 你听起来好像5% 是不是会觉得不高啊 其实挺高的啊 如果说他2022年 他再翻翻的话 那他就是10%了 10%是什么概念 而且最近啊 传出来说 这个苹果手机的那个闪存的那部分呢 就要用中国的这个公司的闪存部件 那10%是什么概念呢 那现在美国呢 有两个最大的这方面的公司 其中最大的那个呢 占全世界市场14% 另外一个呢 占全世界市场11% 那如果说明年中国的公司再翻倍 占到10% 又夺得了5%的市场的话 你想想看 它可能就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了 你可能说哎 10% 那美国14% 11% 仍然比他多呀 你要知道他又抢了5% 从谁手里抢的 他多了5% 那两个公司可就要少了 他正好是 如果那个14%变成10% 11%变成10% 那他让出来这15%的话 他们三家是不是齐了 那下一年的时候 那两家是不是一定会比中国的公司占比要小了 就眼瞅着对他的威胁就特别的大呀 就美国的政府啊 都是为那些资本服务的 都是那些个资本家呀 鼓动美国来打压中国的 对华为的打压 就是那些华为的竞争对手鼓动美国政府的 那现在呢 对中国的这个闪存企业的这个打压呢 就是美国的这两家公司鼓动美国来干的 你知道吗 就这件事情呢 现在美国正在讨论呢 刚刚提起来这件事情进行讨论 如果是定了的话 直接就危害到了韩国的两家半导体企业 因为韩国这两家半导体企业呢 它主要就是在中国的市场 当然韩国其他的那些也是在中国市场 韩国是离不开中国市场的 尹兴越刚一上台的时候呢 就进行了这种市场的评估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去抱美国的大腿 而和中国脱钩的话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失去中国的市场来弥补回来 然后他们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啊 就是说呢 我们抱美国的大腿也就抱住了欧洲的大腿 那么我们从美国和从欧洲所得到的这种弥补呢 能够弥补中国的那个损失 或者是差不多能弥补中国的损失 所以尹兴越那会儿才决定说抱美国的大腿 抱北约的大腿 但是呢 现在 我相信尹兴越呢 现在是意识到了 如果我选了美国这边的话 我还真不行 离开中国这市场 我还真不行啊 你想想看啊 俄罗斯这次的俄乌冲突 美国纠结着欧洲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但是把俄罗斯给它制裁趴下了吗 没有 根本就没有 而俄罗斯呢 是越来越强 经济一点都没影响 那俄罗斯呢 它主要的这些个占有的市场呢 就是能源了 其实俄罗斯在世界上能源的占比 远远少于中国的这个市场在世界上的占比 如果说这个世界是离不开俄罗斯的能源的话 这个世界是离不开中国的市场的 我早就说过哈 你就算中国实行的动态清零 对疫情的高发地区的这种封锁 国际市场呢 尚且是受不了 美国都受不了 如果你跟中国彻底脱钩的话 你根本是受不了 韩国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你能受得了这个吗 韩国你现在是发达国家 如果说你离开了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你的GDP一下子就能下来 你的人均GDP一下子就下来 你一下子就从发达国家就变成了发展中国家了 你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啊 所以尹西越呢 现在应该是明白过来了 明白过来这个利弊了 本来韩国内部呢 他就是有争议的 那么尹西越现在对老妖婆的这种态度呢 我相信他是来自于这两个方面 所以老妖婆你现在你去韩国 你是不是就撒不打仰了 现在呢老妖婆去韩国 尹西越不见的这件事情呢 就成了全世界热议的一个话题 换句话说呢 他就成了一个笑柄 他就成了一个笑柄 所以你老妖婆你这一次 你非得去韩国去走一趟 你说你能得到什么 啊 你想得到的你得到了吗 想得到啥呀到底呀 现在来看呢 应该说拜登之前呀 所说的 他不赞同这个老妖婆到台湾来 军方也提出来说 你现在去这个台湾呢 他不是时候 不要去搞事 那么之前我还跟大家说过 纽约时报说呢 老妖婆这次去台湾 这是一个最鲁莽 最愚蠢 最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那现在我们来看呢 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啊 美国的军方啊 美国的媒体啊 还包括那些个有识之士啊 对吧 这些人的看法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那老妖婆他为什么 他非得去这个台湾呢 第一 老 老糊涂了 第二呢 就是他个人的私利 他马上要下台了 那将来写回忆录的话 你写什么呀 你有什么重大的啊 浓墨中彩的一笔呀 他就认为呢 他是第二个到台湾的议长 这件事情 将来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呢 一定要有 他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他一定要有 所以呢 他就执意要来 说还有一个原因啊 我们大家只知道啊 在1991年 克林顿率团到北京访问的时候呢 这个佩洛西啊 到天门广场去拉横幅 被这个警察给驱离了 有一种传说呢 说他被拘留了 哎呀 我就觉得去拉克横幅能拘留他吗 原来拘留啊 是有另外一件事情的 他拘留呢 说是在89年的时候啊 他就去过中国 那他那次去中国的时候呢 那他那次去中国的时候呢 据说啊 在一个这个胡同里面 中国的公安呢 就得到了这个线报 说这个老妖婆在一个胡同里面啊 和人干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结果呢 中国的警方就去了 果真就抓了这个佩洛西 在那个胡同里面啊 和两个男的在那干的 见不得人的事 所以就以那种伤风败俗 还是什么的那种理由 拘留了他 那老妖婆这件事情呢 他心里一直都不爽 说这次他一定要去台湾呢 也有这个报仇的意外 所以呢 这佩洛西非得一意孤行 就去台湾 结果呢 现在这事呢 也被人就扒出来了 之前的时候 中国政府说实在的 都给他这事呢 就不提 这么丑的事都不提 现在呢 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 然后呢 透露给一些人 我看到的是 今天早上我看到 有一个网友说呢 说他看到那个谁司马南说的 司马南不知道 从什么途径得到这个消息 司马南是干记者出身呢 他一贯呢 这方面的消息比较灵通 还有这种丑事 之前真的是不知道 只知道91年的时候 他去拉横幅那事 原来拘留他是有这么一个事啊 实在是太丑了 对吧 所以这佩洛西呢 就是小心眼儿 这个丑呢 这口气呢 一定要出 所以才去的 好 现在呢 你看 他这件事情呢 他就绝对已经证明了 刚过了一天就证明了 他是一个臭旗 给他自己都带来了后果 去韩国 人家都不接待他 总统都不接待他 那么小的小国 啊 总统都不接待你啊 这个小弟呢 都排不上第一名 第一名的是谁啊 第一名的是日本啊 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 最铁杆的小弟 对不对 西约上台以后呢 不惜就是 一把韩国 想当年 所受的 日本的那些历史性的屈辱 都放到一边 而去呢 和日本站在一起 撒么打眼 不惜那个去抱美国的大腿 和日本一起成为 和日本呢 一起成为美国 在亚洲的狗腿子 拉北约 到自己的家门口 现在很明显的 尹西岳呢 就透露出来 很不情愿 再站在你美国的一边 这是什么造成的 很明显的 就是佩罗西 访问台湾的这件事情 刺激了中国大陆 现在世界局势呢 有所变化 而造成了尹西岳的 审视夺势 你说这老妖婆访台 是不是一步臭其 而且呢 现在给台湾 不仅现在台湾被封锁 这件事呢 我一会再说 另外呢 就是 会台办现在 不再会台了 前两天呢 就已经宣布了 180多个这个产品 禁止进口 另外呢 昨天又传来一个消息 就是呢 大陆现在又宣布说 禁止出口台湾 中国的自然砂 就是砂子那个砂呀 自然砂 那很快呢 一下子这件事情呢 就爆了 大家说这是冲着什么去的 这是冲着台积电去的 说台积电呢 生产那个芯片呢 是需要那个石英砂的 我看到台湾方面呢 有些媒体啊 就出来装硬 现在还死硬 说不是啦 不是啦 大陆的那个禁止出口台湾的砂子 就是普通砂了 说这砂子呢 自然砂呀 是分这么三类的 第一类呢 是海砂 第二类呢 是河砂 第三类呢 是石英砂 那个海砂 河砂呢 就是盖房子用的 现在呢 就是大陆啊 不像台湾出口 这个自然砂呢 充其量 就影响了台湾的 这个建筑业 说台湾的这个房价呀 会上涨 好像是台湾的房价呢 已经是应声上涨了 说是 那么说大陆的出口的砂子 就是些建筑用的砂子 并不是石英砂 说而且石英砂呢 还分两种呢 第一种呢 就是普通的石英砂 普通的石英砂呢 只能用来做玻璃 然后做芯片的砂子呢 是高纯度的石英砂 得有两个酒的含量 才可以 那这个高级的石英砂呢 才是提取这个晶体硅的原料 晶体硅呢 才是这个芯片的原料 芯片原料 才会影响到台积电 才会影响到芯片 说是大陆呢 出口到台湾的 有没有石英砂呢 有 但是呢 绝大部分都是一些 普通的石英砂 说几乎没有高纯度的石英砂 哎 你看看 请注意啊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 几乎没有 什么叫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就是有了 几乎没有就是有啊 你就算是 99% 都是建筑 都是建筑用砂 那还有10% 是石英砂呢 你这石英砂里面 你就算是90% 都是做玻璃的 用砂 那还有10%的 晶片用砂呢 那一个晶片 以纳米来计算的 能用多少啊 对不对 你就是一点 就对你的影响 就大得去了 啊 晶片用砂 能和那个建筑用砂 相提并论 那个量 它肯定是 可以忽略不计的呀 可以忽略不计 已经很重要了 好吧 现在可见呢 中国大陆啊 对台湾这种 从经济手段上来封锁你啊 就刚刚是一个开始 远远还没有穷尽呢 两岸的统一 先得用这种和平的方式 和平的方式 就是经济封锁你 对吧 这个远远没有穷尽 所以中国大陆 一直强调说 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 等我把你 搞得你 台湾没法活了 你还不要求统一吗 是不是 你没有饭吃了 那老百姓 出了天就不干了 据说 对那180多种食品 现在给他封了以后呢 台湾方面 那些食品行业 现在就都在埋怨 这个蔡英文政府了 你说这佩洛西 他访台起到什么作用 你说中国政府 是不是有一定的定力 这个政治家呀 一定要有定力 不能听着风就是雨 不能听着风就是雨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 它最不同的就是呢 中国政府啊 是传统的中国的这种儒家思想和文化 讲究的是涵养定力耐心 有的时候呢 你觉得说 哎呀我现在我要去访问台湾 我看你怎么着吧 但是有时候中国就将计就计 明白不明白啊 借力打力明白不明白啊 习近平这个人啊 我就发现他呀 是非常有定力的 我以前视频里面跟大家说过呀 就大家记得不记得 他刚上台没多久的时候呢 就爆出来了陕西省秦岭别墅那事 哇陕西的秦岭别墅的那个事呢 一下子在社会上的反响呢 是非常的强烈的 那么习近平当时就来处理陕西的秦岭别墅的事 那习近平刚上台立足不稳的时候 他需要不需要借这事来立威呢 他需要啊 他需要 他按说应该是三下五出二就把他们拿下来 然后就立威了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你知道吗 那会就拖了很久 社会上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咱们当时呢都不明白 就觉得好像是官官相护似的 对不对 好像是说呢 那个水很深啊 背后的大老虎很大呀 而事实上是什么 我后来就看到那些反腐的片子里面讲这个事的时候 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对于秦岭别墅的这个事情 马上就下批文 这个批文下去以后呢 陕西省的那个 从省长一级的那个腐败链 他们就顶着 确实是不买这个习近平的账啊 按说习近平就高压我就拿下来行不行 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习近平没有 习近平呢 后来又下第二道批文 第二道批文不管用 第三道 第三道批文不管用 第四道 第四道批文不管用 第五道 到最后六道 六道批文 你说习近平他有没有定力 要是一般人的话早就坐不住了 还当不当我是一个总书记啊 老虎不发威以为我是病猫吗 他就让你把我当成是病猫 我就让你尽情的表演 到最后就把陕西省从上到下 这一连串的这个腐败链 全都一窝端了吗 这就是习近平的定力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整体 我们就看这个香港 打从香港回归以后 你就看吧 对不对 这个外部势力在香港 这个渗透啊 这个表演啊 一直就让他表演 让他表演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啊 还有这样的定力吗 二十多年 你以为我没办法吗 我有办法的 你二十三条这个立法 你二十三条立法立不了 我就出台一个香港版国安法 现在怎么样 香港 香港版国安法推出了以后 你看看这些国家 对不对 加拿大号称搞了一个什么 五十八个国家联署 结果呢 那五十八个国家 后来人家有的国家人就出来说 啊 为什么把我的名字搁在里头 根本就 有的国家说 根本就没有问我 有的国家人说 我让你给我拿下来 你都不给我拿下来 就干这样的事 西方就干那样事 有用吗 有用吗 最近我就听到这个英国说呀 又再次的把那个什么护照 叫NBO 是吧 那个什么护照把那个护照呢 那个门槛呢 又降低了 又降低了 你降低你降低去 有用吗 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啊 他们对香港现在一点手都插不上 就在那舆论宣传说香港的经济不行了 香港经济不行了吗 用数字说话呀 我看到那些报告 香港的那些投资一点都没接上 还说是什么媒体啊 都从香港来撤了呀 那香港的那些世界媒体数一点都不减上 有些你不去 你不去拉倒 我还不希望你来呢 就中国政府是非常有定力的 这点呢 就让美国呀摸不着头脑 他不是像美国似的 我就针锋相对 你说一句话 我非得说给你顶上去 你做一件事 我非得给你压下去 不是 不逞这个一时之快 一时之快叫匹夫之勇 中国政府不逞这个匹夫之勇 笑在最后才是笑的最好 佩洛西现在就笑不起来了 我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聊一下呢 就是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中国美国以及中国的阵营 美国的阵营现在形成了一个对垒 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实弹演习 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啊 东部战区文令而动 联合反制美台挑衅 这个报道呢 是这么说的 8月4日东部战区组织兵力 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 规模空前的实战化演习 对预定海域成功的实施远程火力 及常规导弹火力的实弹射击 今天13时许 东部战区陆军部队 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远程火力实弹射击 对台湾海峡东部特定区域 进行了精准打击 取得了预期效果 上午接到作战任务以后 在东部战区陆军某炮兵旅任务地域 多台新型的远程相式火箭炮 一令向发射阵地机动 在抵达射击地域以后 分队迅速地完成火箭弹装填 射击竹缘装钉等实弹射击击准备 随着指挥员下达口令 多枚炮弹扑向目标海域精准命中目标 那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现在中国的东部战区不是在台湾岛的周围 六个区域做了部署吗 在六个区域进行实弹演习 除了那些什么飞机啊什么的 那些演习以外 刚才所说的那个就是远程的火炮演习 实弹射击啊 从大陆的陆地上 往台湾海峡的东部的设定的目标发射 精准的击中了目标 这是什么意思呀 很显然就是这个远程的炮弹呢 要飞过台湾的整个的台湾岛的上空岛 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啊 环球时报报道说 军事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此次演讯中首次组织火力 穿导实弹射击 这是数次台海演习当中力度最大的 反应最激烈的 最具有威慑力的一次 实弹穿越了台军的爱国者导弹 密集部署的区域 在那个地区呢 是用了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的 就在美国周斯顿舰眼皮子底下精准的命中目标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 在台湾岛的东南方向 美国在那里是部署了他们的舰队的 那中国在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呢 美国所部署的舰队呢 他们就往后撤 但是呢 并没有离开 就在那观摩 看中国是如何进行实弹演习的 那么以上的这一幕导弹呢 从西海岸 从大陆飞过来 越过台湾的整个的台湾岛 飞到了东海岸海里的既定目标 精准的击中这个既定目标 这是美国的周斯顿舰呢 亲眼就在那看着的 见证的 那么今天早晨呢 我还看到有一个报道啊 是台湾的报道 台湾怎么知道的 那我就不清楚哈 台湾说呢 说这个演习不是原定于三天吗 从四号到七号 从四号到七号 为什么是三天 这不是四天吗 四五六七啊 也就是说七号不演习了 原定于啊 反正是四号到七号 现在呢 增加一天 改成了四号到八号 而且呢 演习的区域说是呢 增加了一个原来是六个区域 现在改成了七个区域 也就是说呢 中国这个演习啊 在哪演习 演习多久 这都是中国自己说了算 我要演习什么 在哪演习 演习多久 这是中国自己说了算的 那这次的演习呢 我昨天已经说了啊 台湾呢 有四十多个航班都取消了 那现在呢 据说是影响到了台湾 十八条航线 四十多个航班取消 在那个地区呢 还有其他的航班会从那飞呢 那其他的从那飞的 所有的全世界受影响的航班呢 一共有六百多个航班会受影响 好 这是这个实战演习 另外呢 前两天不是有那个苏35 从台湾海峡穿过吗 今天据台湾方面报道 说是今天呀 有27架大陆的飞机 穿越台湾海峡 不过这都不算什么呀 现在过中线已经不算什么了 现在呢 中国大陆以实际行动证明 这个中线是不存在的 不仅这个中线不存在 就是整个台湾岛的上空 这都是大陆可以导弹飞过的 所有这些呢 都是第一次 还有一个第一次 当地时间4号 有中国大陆的无人机 飞过金门岛 这也是第一次的 这些呢 如果在以前的话呢 都没有发生过 可能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发生 这就得感谢谁了 这就得感谢老妖婆呀 感谢老妖婆到台湾去嘚瑟了一趟啊 就给中国呢 提供了这样的一些机会呀 所有的这些呢 以后就成为新的常态了 这飞机呢 时不常的 哎 就飞一下 啊 无人机呀 时不常的 从金门上面就飞一下 或者从其他的岛上面就飞一下 而时不常的呢 在环绕咱们的台湾岛呢 还进行这种封锁式的军事演习 什么时候咱们的军队呢 演习的学的哎够了 那有可能武统就发生了 指不定哪一天光机一下 这个武统就发生了 我没有看到报道呢 说这一次有没有演习这个登陆 之前的时候呢 我看到应该是二号啊 或者一号 就是老妖婆去之前 曾经呢 我看到有四艘登陆舰 是在福建这个外海平潭那个地方 就是与台湾岛离的最近的 那个地方呢 进行演习 这些我们的解放军都要进行演练啊 那中国的这个演练呢 说实在的是美国所没有看到的 很多人不是说 外交部说请拭目以待吗 有的人说拭目以待什么 很多人呢就预计说中国会把老妖婆的那个飞机打下来 驱离或者是迫降 这些可能性 但是呢 这些都没有发生 好多人就是说 我这个墓呢 已经试完了 但是呢 我带到了什么 好 这就是你带到的东西啊 中国的官方从来都没有说要把老妖婆的那个飞机给他打下来 从来就没有 对不对 那中国的军队严阵以待 听令而行 那现在这些就都是啊 而这些你认为它是没有意义呢吗 它非常有意义啊 让美国白宫和他的安全部门连夜进行讨论如何应对 那他们如何应对呢 G7国家呢 就发了一个联合声明来谴责中国的这个军事演习 认为中国的这个军事演习呢 是改变现状 你这不是胡扯吗 对不对 这就是胡扯呀 那G7这些国家呢 其中就包括日本 中国马上就宣布说原定于和日本的两国外长的 这个峰会取消了 原因呢 就是你日本对中国的内政呢 指手画脚 用得着你指手画脚吗 这就是对你的一个警告 同时呢 也是对G7其他国家的警告 那同时呢 我们看到啊 现在就好像是两个阵营的对垒一样 G7发表的声明 那么中国这个阵营 你以为中国就没有同盟了吗 中国有很多同盟好吧 有一些愿意发生的 有一些不发生的 被美国蹂躏的时间很长 苦美久矣这国家是比比皆是 其实都包括G7那里面的 其实就包括美国自认为是他盟友的 那这次韩国不就已经翻水了吗 我刚才已经做了一个视频啊 讲了关于韩国这一次老妖婆去了以后 给他一大窝窝 真的是没想到啊 韩国这个真的是没想到 尹熙月说我不见你 总统办公室说我们是有原因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尹熙月在度假 尹熙月度假 这样的一个理由 你说能不能让这个老妖婆气死啊 能让老妖婆气死 对不对 我呢 举了一个例子 咱们家来客人的时候 你说咱们家来客人了 你说无论你在干什么 你要不要回来接待这客人 肯定要的呀 这个国家应该是这样 老妖婆现在肯定是 哎哟喂 老妖婆啊 小肚鸡肠 老妖婆肯定这事 她心里面就挫护得很 她把访台将来作为她回忆录里面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看看她将来怎么写 韩国的总统都不接待她 在机场都没有礼宾 将来在她的回忆录里面怎么写 对不对 好 这是韩国的态度啊 那中国阵营也不止七个国家呀 来表态 谴责美国 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就是中国的内政啊 台湾是中国的呀 这不用说呀 它就是中国的呀 是不是 就是你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有一个算一个应该是都承认的 就是和中国建交的这些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承认这个的和中国建交中国的这个前提就是你必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想当年美国想和中国建交的时候 中国就给他提出这个呀 中国说呢 我给你建交 你必须和蒋介石的断交 你不可以同时 然后呢 当时尼克松说我现在还做不到 中国说你做不到我们可以倒 我们可以倒 加入联合国的时候也是 中国说 蒋介石必须退出去 美国就提出来说 哎呀 蒋介石也留在里头 我给你两个位置 中国说不行 不行 只有一个中国 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呀 那中国这阵营的好几个国家 那这世界上的那些政党就更多了 有的是呢 那个执政党啊 可能并没有出来发声挺中国 他还得去挺美国 但是呢 他那个不执政的那些政党呢 有很多出来就挺中国呀 就包括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发声声明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是不容质疑的 这是不容质疑的 这是颠谱不过的一个真理 谁也不能否定它 美国也承认这一点 美国也反复强调说 哎呀 你中国火不要那么大呀 我们是承认一个中国的呀 那不行 你老去鼓动那些台独分子 你这么做就是不行 顺便我要说一下 我看了一个新闻 我有点不太明白 我看了新闻说呢 乌克兰现在泽连斯基又冒出来了 希望能够和中国直接对话 你和中国直接对什么话呀 拜登和习近平对话 弄费那么大劳劲 你一个泽连斯基和习近平对话 一边呆着去 哪两块哪呆着去好吧 轮不到你 你的脸没那么大 另外呢 国台办已经发话了啊 就是老妖婆访台的这件事情啊 她的始作俑者促成的 就是那个肖美琴呢 而且呢 肖美琴在美国撮合这事儿 说是花了多少钱 上亿新台币对吧 或者几亿新台币啊 造了不老手的钱呀 你说到这儿呢 就那个美国多腐败吧 那个老妖婆啊 这些钱都哪去了 干嘛用的呀 这些钱 对吧 你可别告诉我说 这老妖婆这些都在明面上 好 老妖婆咱们就说她明面上 美国的股神是谁啊 美国股神是巴菲特 知道吗 巴菲特是全世界公认的股神 可是巴菲特她这个炒股 她的回报率是有多少啊 回报率她是29% 就是最高29% 可是老妖婆她老公呢 老妖婆她老公的回报率 49% 凭啥呀 凭什么 美国的媒体早就对老妖婆 他们家这个操作是多有无一词的 很多次这个记者会上 人家记者就问她说你老公这个投资回报率这么高 跟你有关系吗 你有给她提供内部信息吗 老妖婆从来都不回答 有一次最恶劣的是 当场还把麦克风摔了 牛脸就走了 啊 这是一个民主的公正的正义的一个体系吗 对不对 再说了 老妖婆访台这事造成多大的麻烦呀 多大的麻烦 美国人民是希望他去吗 这是经过美国人民同意的吗 是美国人民的民意吗 是不是 口口声声的标榜着什么民主 美国的这个体制 说实戴的是最不民主的 这些人的权力大了去了 各占一个山头 各自为政 权力都大了去了 分割权力 这些权力都被他们封割了 里面就是没有人民的权力 好 中国的国台办呢 现在就说了 萧美琴是一定要负责任的 这个责任一定要向他追究的 怎么个追究法 就拭目一待 我们就等着看 现在台湾的这种状况呢 武统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谁也说不好 咱们民间都说不好 所有的这些中国政府说了 实和是都掌握在中国政府的手里面 我们就信任 中国政府 我们就信任 以习近平为中心的党中央 他们的英明决策 我们就等了 不要对中国政府的能力和判断产生怀疑 我就建议这个 不要产生怀疑 不要起反作用 不要做轻者痛 愁者快的事 现在台湾是人心惶惶 人心惶惶啊 那180多个食品的品种的禁止进口 现在据说呢 台湾有的那个食品公司的这个CEO啊 那老板啊辞职了 董事长还是什么 说辞职不干了 这活没法干了 这些幸福生果 都是被蔡英文这些台独分子给毁的 台湾说是有一个警察总长 他在这个记者会上呢 有记者就问他说 对于大陆现在搞的这个军事演习 你有什么样的评论或者是判断 然后呢 他就说了四个字 说自求多福 当时全场的这些记者呢 全都傻眼了 我没有想到台湾的警察总长会这样说 就自求多福啊 台湾是没有能力和大陆来抗衡的 前一段时间呢 台湾就跟着吹嘘说 雄二导弹现在量产了 那雄二导弹 那也算个导弹 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导弹 它飞得很慢的 大陆的拦截系统拦它 小意思 它绝对是发不过来的 我不是什么军迷 但是呢 我就听那些军迷的 军迷是这么说的 还有呢 今天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还有一个问题呢 各记者来问 他就是呢 今天呀 台湾所谓的什么外交部国防部的网站呢 全都摊案了 然后台湾方面就指责说 这是中国大陆所为 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华春莹说 这个问题呢 不是外交部的范畴 所以呢 外交部呢 不回答这个问题 那不管说 它是不是中国大陆的所为 它起码说明一点 台湾这个网络系统是脆弱的 如果战时需要的话呢 中国大陆绝对是有能力把你这些个网络给你瘫痪掉了 所以战时如果一发生的话 台湾是毫无招架之功的 台湾只能是把他的赌注压在美国的身上 就希望美国能够到时候来救台湾 但是美国能来救台湾吗 能吗 你看看俄乌局势就知道了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